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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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我終於可以來到深圳了 我終於做了我的回鄉卡 今天就和媽媽過來 試試吃東西 我對上一次回深圳 是人民幣比港幣更低 其實中間我也有回過 可能陪伴朋友做資格 但是沒有出過醒 所以我今天是大香蕾出聲 我們現在就Let's go 因為我是新回鄉卡的關係 就要去做二島 做完都十二點多了 我們一來到深圳 第一餐竟然是吃海底 然後食物就到了 我們點了湯仔 有蕃茄湯 麻辣湯 然後應該是一個粉湯 和一個三鮮湯 但是我不會分 我們點了 這是黃牛 這就是滑牛肉 我媽媽自己也配了一個 然後這是肥皂 蛋 餃 這個是褲粉 海底撈的拉麵很出名 但是好看不好吃 所以我便順便拍了 我們吃完海底撈了 然後我媽媽超滿意 然後她是第一次吃 我是五年前吃過一次 是北京 那時候深圳應該還沒有吧 至少我沒有來過 然後之後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 其實應該是大香里 我想大家都應該吃過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下一站 就是這個大香里出城必去的喜茶 我今次來深圳的主要目的就是喝喜茶 因為我超想喝 大家經常都說很好喝 很好喝 又要排好內隊 剛才我經過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人的 所以現在就 Let's go 我想這個情況 應該不算是最多人的了 大概等了20分鐘左右 就已經拿到自己的茶 Yeah 我終於買多喜茶了 這個大香里 我終於喝到了 好喝 好喝 它跟我想像中的味道不一樣 為什麼 原來味道真的沒有芝士 好可愛 然後我們現在就去乘地鐵 去不知道什麼華僑文化 不知道什麼區 在那裡拍照 那我就帶我三號參 過來拍這個圖母穿搭給大家看 我今天過來圓城 真的超大香的 我現在繼續喝吧 我去了文化區那邊拍穿搭 找些景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 很多景是拍得很漂亮的 所以我不會特別建議大家過去 因為都走很遠的 由地鐵站那邊走過去 之後就去了連城新天地 那裡打算走一下地下街 除了這間店賣零食之外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在這裏 是買東西最多的全日 我們繼續大香里 原來現在在大陸 是不用一屁股買的 它可以就這樣放 好像夾箱一樣 就可以買到食物 然後我想買這些鵪鶉蛋 它有這些鹽焗鵪鶉蛋 就這樣一屁股買 然後 好可愛啊 這裏 讓我收拾東西回香港 然後就開個試吃給大家看 因為很適合我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不喜歡吃零食 每次開一坨 只吃一兩塊 這樣 這裏就很適合我這種人 很適合我 很快又去到晚餐時候 原本想吃泰爾酸魚 但要排六十幾張桌 我等不到 所以五點九的時候 去了探魚 是完全沒有人排隊的 我想說這隻碗 我家裡也有 然後這個乾果的拼本 番茄是蠻好吃的 但那個奇異果真的太甜了 我們是點了一個村筆糧粉 還有這個豆花重慶辣魚 裡面還加了腐竹和血黃 但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需要點了 只是點了一個魚 已經夠兩個人吃了 豆腐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裡面是有些豆皮和菜已經包起來 所以是很夠飽的 我這個主婦還在WeChat做會員 她會送一碗冰粉給我們吃 我覺得都挺解辣的 雖然真的很飽 但經過內雪之茶的時候 又忍不住點了蛋糕和茶 蛋糕好看又好吃 好味啊 它這個是紫米玫瑰烏龍 它沒有什麼玫瑰味 它的顏色是玫瑰花的顏色 但是它是芝士味和烏龍味都重 糟了 我要找回我媽媽 我找到她了 我媽媽說如果不想入鏡 她今天不停地被 所以我今天沒有怎麼拍過我們兩個 剛才我們去吃探魚的時候 是很便宜很便宜 兩個人吃了那條魚 飽到吃不完都是193元 超便宜 但其實我覺得深圳 不知道呢 今天的感覺就是 逛街就沒有東西走 就不停地吃東西 用很多時間 都是在吃東西啊 逛去找東西吃啊 當中 所以會不會很快 再來深圳呢 又真的未必 但是 又不會抗拒來 這樣 今天的vlog就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這樣的vlog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於是 第二天